路透,为新冠病毒居家,研究警告后一阵恐酿成灾专题,疫情恶化。 新冠病毒肺炎最新动态FMWCL, E2YOBORAGEMO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森, 德莱恩,E2YWCL,在2020年4月2日与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详细介绍了欧盟为 限制冠状病毒病,COVID-19,爆发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的母历, 随着政府争相通过前所未有的关闭学校、企业和旅行,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 一些专家担心,经济不景气和官门庇护的社会,将给供, 供健康带来长期影响。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对我们生活的最大单遇, 为了抵抗冠状病毒的爆发,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关闭了学校、旅行和大小企业, 许多观察家对让数百万人失业和数百万学生辍学的经济成本感到担忧。 现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可能持续熟悦或更长时间的全面进封步骤三周之后,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正在探索大规。 磨封城的另一种后果,成千上万可能增加的死亡或许将与疾病本身无观。 历史表明,既令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后果就会越严重。 研究人 原发现,1982年失业激增是美国人的寿命总体,缩短了两到三百万年。 在上一次,即2007年至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就也是 长的萧条促使美国和欧洲的自杀率飙升,夺走的人民去经济衰退之前,增加了一半。 这次,如果向许多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所警告的那样,经济崩溃和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水平, 那么这种影响在未来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会更加严重。 已经有报道说,隔离措施正在某些地区免发更多的家庭暴力。 长时间的学校停课会阻止有特殊需要的儿,同获得治疗, 并可能预示辍学率和违法行为的增加。 公共卫生中心将失去资金,导致其服务减少和社区健康状况下降, 失业率积增至20。 这个说法目前在西方经济体中很普遍, 这可能导致在欧洲和美, 或失业或进入几乎不存在的就业市场的人中在自杀2万。 这些都不是。 再淡化新冠病毒可能导致死亡的人数, 也不是建议政府不应该积极应误。 对这场危机,经济萧条对人们,特别是穷人来说,是致命的。 斯坦福大学健康政策研究员杰伊巴塔查亚博士, Dr.J.Bett, Tutcher说, 伦敦帝国学院研究人员最近的一份报告帮助, 推动了全球封锁的实施。 他们认为,除非政府迅速采取严厉的社会书, 冤错失, 否则冠状病毒可能会导致2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死。 亡, 报告说, 要真正发挥作用, 封锁工作可能需要持续, 不停地反复, 进行长达18个月。 在美国, 白宫本周表示, 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上, 升至24万。 各国对严厉的警告和每天增加的案件数量, 不断增加做出。 表反应, 方法是延长居家的时间, 与冠状病毒进行的医学斗争发展训。 素, 没人知道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或最终的伤亡人数会是多少。 但, 市研究人员说, 历史表明, 对深度和长期经济冲击的反应, 以及社会书, 远, 本身将对健康产生短期、 中期和长期的影响。 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家庭暴力, 全国家庭暴力热线首席执行官凯蒂雷琼斯, KT, 一瑞周尼, 说, 一些家庭暴力受害者与是略热一同被困。 在自己的家中, 他们已经遭受了更频繁和更极端的暴力。 据报道, 从, 新西纳提到那是威尔、波特兰、 盐湖城以及弗吉尼亚州和亚地三类州, 的全州, 全国各地的家庭暴力计划接到的求助电话都增加了。 在另一, 各例子中, 新泽西州北部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告诉路透社, 其家庭暴力。 电话上升了24%, 雷琼斯, Ray Jones, 说, 有些特, 属人群受到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新冠病毒, 它指的是家庭暴力受害者。 脆弱的学生群体随着全国学校的关闭, 和在线学习的开始, 学生、家、常和老师都面临着适应远程学习的挑战。 一些专家担心, 在家中的学生,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不稳定环境, 或贫困中的学生, 会错过更多的做。 一, 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Robert Wood John, Sun Foundation, 的一份报告称, 每月至少缺客三天的。 高中学生毕业前辍学的可能性要高出七倍, 因此, 他们的寿命也通灵。 人少九年, 最脆弱的人群包括, 全美超过六百万特殊教育学生。 梅, 有严格的教育和治疗, 这些学生将面临一生的挑战。 德克萨斯大学, 梅朵斯预防教育风险中心的, 执行主任沙伦沃恩, Sharon V. Own, 说,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从高度结构化, 和定制的特殊教。 狱中受益最大, 这意味着他们是短期和长期不上学, 最可能受到种, 大影响的群体。 在新泽西州, 马特万的梅根古铁蕾斯, Megger, Unutilates, 就难以承受两个非言语, 自比证儿子, 巴克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